兩位伯父是世界海洋籍 為了讓我們鄉親做個鄉親 要讓環境保護生態關聯 關乎七號早上 第四號三條輪海水入場 基本淨灘外島 為了來自其他鄉親的環保日間 都來鄉親 大家做個淨灘抵受環境 又欣賞政策的舞蹈表演 讓外島時間和出味有意義 讓你擁有 讓你擁有 最原始的海洋生態 為了鄉親世界海洋裡 提起大家要讓環境保護海洋的重要 關乎四號三條輪海水入場 基本淨灘外島 現場還有精彩的舞蹈 活動表演 讓參加的民眾 都相當到立在外島當中 有為了洛杉 要求洛杉 乾淨 環境會很乾淨 那這種外島有進行嗎 有啦 辦這個外島很好 環境很乾淨 有很多人來參加 綠這些外島實在很好 要讓我們的環境更好 我們就要從5S來做齊 從我們的整理 整頓 清理 清掃 來整理我們的環境 來整理我們的環境 福利鴨海的環境是非常美麗 這幾年也漸漸發電器的觀光生涯 為主不少人來為人驚討 無論到哪裡 都應該保持隨手走走噴射的習慣 讚應共同為何環境 那非常感謝很多鄉親熱情的參與 最主要我們要宣導 垃圾不落海 讓大家養成習慣 讓我們保持最美麗的海岸線 讓我們的魚兒能夠更可愛 讓我們的海能夠更湛藍更美麗 我想養成這樣的好習慣 能夠讓我們海洋的生態 能夠保護 這是我們今天最主要 要宣導跟教育的一個目的 遊客也好 在地的鄉親也好 來這裡出頭的時候 看日出看夕陽都很漂亮 但是吃吃喝之後 記得一定要把垃圾隨身帶走 不要把垃圾為了一時之變 放在我們在地 這個造型 這個環境的破壞 這樣就比較沒功德性 探納外島基盤 是讓鄉長竟向大家一個 準備進出三條論 海水一定的新運動外島 希望讓地方增加緊急的地勢 也會發展相關的產業 在在頂一次奧運會 是表演賽而已 但是在我們這次 東京奧運 還是列路正式比賽 所以這個風箏沖浪 這個運動 是非常有可憐性的 也有未來性的 在我們頂來先 館長 積極來美河之下 我們在今年 我們夕陽 就要成立這個風箏沖浪學校 在我們三條論海水的頂 保護環境要讓海油 是我們平時就要做的事 賺到世界海油 列相關外島 讓大家驚到重視 也賺機會 整理環境 感受海油的水 記者 鄧怡婷 彩虹報道